看我的鼻涕 現在我們搭免費的接駁 要去平湯大瀑布 剛好這邊有燈結 所以接駁車是免費的 然後聽說那邊現在有點燈 有點燈 還有什麼食物喔 有可能會有紅豆湯圓 紅豆湯圓喔 紅豆湯圓不然那要吃冰 紅豆剉冰 紅豆剉冰 OKOK 期待等一下 大概五分鐘至七分鐘就可以到 謝謝 謝謝 特別親切 謝謝 謝謝 拜拜 好 好 現在只吃手 我已經看到遠遠有燈了 這個夜間的雪 真的很浪漫 但是這個冷空氣一直吸 其實真的會蠻不舒服的 所以還是要戴微薄 口罩會比較好 走 這裡是可以免費拿紅豆湯的地方 瀑布呢就在前面了 先喝一下 暖暖身子吧 趴了超久 然後喝到這個 太感動了 真的真的 看我的鼻涕 好感動喔 超冷的耶 走好喝 免費的喔 現在來到露天 旅天黃泉 然後這邊還有小房子 很可愛 雪地裡面的蒙古包 順利 好美的 一個近距離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 你要去哪裡 哇 大家看看 這個冰柱 嗯 吃冰棒 很純淨的 很純淨的 我們去 瀑布 順路 順路一下 很大喔 我要倒下去 好 我要倒囉 3 3 2 1 3 2 1 1 1 OK 這是妳在練 有腦震盪嗎 沒有很好 那我們去哈雪囉 小妖琦 我們現在在哪裡 高舊滑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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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這邊 最熱門的一個 裡面有小朋友游戲區 所以我也不知道長怎樣 然後還有一個U型滑道 剛剛在外面有看到 然後這一條黑線 直接兩千跡下來 聽說 這一條初級的綠線 也可以滑一個小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哇 哇 所以非常多的路線 可以選擇 好的 而且今天都有開放 看纜車都有開 太棒了 那我們今天就去滑滑看各種路線 GO 哇 沒有雪徑真的是不行耶 爆亮爆亮 這邊呢就是高舊雪草 哇 超級多人 非常熱門的雪草 好 我們去找纜車 這裡的纜車特別可愛 就不是那種外露式的 是那種小包廂的纜車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的 哇 一起擠在裡面 這個呢 雪板的保護套 因為我們是在室內 不是這樣子 懸空在空中 所以可能都要保護一下 可能保護他的車廂 也是保護自己的板子 喔 這個高腳椅的方式 坐著 我們大概搭了 十五分鐘 還是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才到最上面 然後真的 這裡感覺滑下去 真的可以滑超久超久 非常的興奮 但是我們今天好像也只能滑 頂多五六趟吧 應該就超爆酸了 就超爆酸了 對啊 因為超高 不知道滑多久 然後呢這邊就是地圖 綠線呢是初級 然後紅線是中級 然後呢黑線就是最高級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就是中級的 就比較斜 所以我們先從綠線走走看 綠線呢就先來熟悉一下 這個滑的感覺 欸你看那邊很多人欸 有沒有看到 好可愛喔 突然看到雪中有人 太可愛了吧 好現在呢已經在綠線滑起來了 這邊呢很平緩 可以練一些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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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雪板剛剛不小心滑下去了 有位英雄 從下面捲上來了 哇真的大家要小心 顧好自己的雪板 辛苦了 飯吃 啊 累 對 現在中午了 我們呢來到了雪場的餐廳 然後這個餐廳真的超多人又超大 又有非常多種選擇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吃的吧 哇 直接這樣 Buffet的方式 嗨 哈囉 嗨 吃飯囉 高秀雪場呢真的是太大太長了 然後真的很好練 然後我對他第一次呢 就是每次呢再來雪場 可能昨天吧 太累了 所以整個屁股我就很怕摔 然後呢 當你身體怕起來呢 就很難練動作 所以呢 要好好練的話 最好是買一個防摔褲 我真的很喜歡坐纜車的這一段 因為我每次都在IG上面看人家限時動態 滑雪 終於有機會 自己坐在這邊 看著這個雪 坐著纜車 真的感覺 很不真實 然後我很推薦我這個 Stream Trail的這個 滑雪的背包 因為它就是只有背上 所以呢 你可以把你的拍攝器材呢 放在這邊 所以我就可以很 很輕鬆的在這邊坐著 也不會影響你坐在纜車的姿勢 NOWC 这个包包的好处呢就是 当你滑累了 你还可以把它当笋头 真的好累 好好玩哦 第二阵滑鸟开战了 拜拜